大家好 我算是第二次參加的新人 然後就不小心跌入眼坑 就是負責2014 11月8號 每個三年的視覺的部分 就是關於視覺的東西基本上都是歸我管 所以如果各位有就是 譬如說你是做網站 然後你需要 banner 或者是你是宣傳組的 你需要怎麼樣的圖形 然後文宣都可以找我聯絡 然後我的名字有點難唸 叫eris 或者是你可以叫我熊貝 熊貝是我的ID 然後如果這些都不一定的話 叫我圖子就好了 好的 那就是在昨天的午夜 然後結束了就是主事學投票 然後我們有三個提案 然後最後是選了金木這一款 很多人以為是地鼠 可是根本就沒有地鼠的選項啊 就怎麼會跳針了呢 我們大家就是都可以在這邊的話 就不要跳針嗎 所以反正就最後的那個投票結果 是這個金木的 然後謝謝有一位人 那個善心人士做這個投票技術網站 然後呢 呃現在其實主事學都已經出來了 所以其實主行人可以下去做 但是因為有了地鼠這個提案 所以有些人就發覺說 我們要有一個什麼地鼠線警察 或是什麼跳坑的遊戲之類的 但因為我算是一個半熟不審 半熟不審的心人 所以我需要呃有比較有推坑經驗的人來跟我講說 我推坑到底是一個怎麼樣的流程 或者是有遊戲設計的 呃譬如說桌遊設計的 桌遊設計師來跟我講說 如果我今天要設計一個就是桌遊跳坑的遊戲的話 要怎麼樣去設計這個遊戲 我需要這兩種的 就是一個很會推坑的人 第二個就是遊戲的設計師 再來就是 呃因為這些 呃主事學的輸出物可能需要一些廠商 然後我們需要做紀念品 那因為這次的主事學很明確 就是有金木這個主題 所以我們在想說 有沒有可能就是這次的紀念品 邀請跟主事學的關係 就是做一個紀念品的立體物 那這個立體物是什麼 就是大家也可以想一想 然後就是 因為這畢竟就是 集結大家意見的地方 然後如果想要聯絡我的話呢 可以直接到3B的那個Hackpad 然後留言給我 或者是等一下自己來找我也可以 謝謝大家 好 謝謝阿 那接下來話